蕾拉和DJ老公汤宇在月初爆出喜马风波 两眼双双与社群上拍摄影片道歉 承认犯法自立行 之前与夫妻两声音乐两周后 之前是逢感恩节 汤宇在社群上传一张夫妻永稳的合照 并在内文写下感恩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愿世界充满爱并且和平 只不过照片上蕾拉成为亮点 就连本人都先生留言区喊上下巴啦 甚至有网友说 发这张我只觉得蕾拉好伟大 至于让汤宇回复说到笑死我罗了一个月 该则贴了眼影来万名网友朝圣 好 好 好 遇到最后 五月 我使的 并不的 并不轻